新的一节介绍一个最新的发展 叫Holistic 整体性的回归 然后我们给定X跟Y 所以称为监督式学习 那回归就是你的Y是数值资料 分类就是你Y是标签 比如说你要辨识车牌号码 这个就是分类 然后传统的线性回归是来来回回做 非常的麻烦 然后这个Holistic的方法是找到一个最佳的紫机盒 然后非常重要的是一步就做完了 然后你有非常多冲突的目标 你这种把它变成限制式 下一张头面会教 所以这个意思是传统的方法非常的麻烦 昨天这个人在上课的时候问我说 老师怎么去找去掉关键特征 特征不重要 你要怎么做 传统的方法是来做批值分析 然后一次一次上一个 所以就是说呢 如果你有1000个参数 你要三成最后10个 你要做几次 你要做990次 所以传统的方法有它的缺点 所以这个MIT这个教授 就提出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古典的线性回归的标准方法 第一个检查变数一个一个检查 然后看离群值 然后经过转换 这第一个步骤 如果可能针对每一个变数 建构成对的所谓的上误图 我们在这门课也没教 我们在另外一门课 机器学习有教 接下来检查所谓的相关矩阵 然后删除所谓的多余的变数 就是你相关太高的 两个相关太高 我们删除其中一个 然后呢 这个是传统的做法 贡献性 我们这边也没教 贡献性就比如说 我们呢 两个变数之间呢 只有一种可能 比如说呢 这个变数呢 不是男人就是女人 所以这两个变数只有一种可能 所以x1加x等一这种称为贡献性 多重就是多个 然后呢 传统的做法呢 是计算呢 这个所谓的这个相关矩阵的 所谓的条件数 这个是一个线性代数 就是找到最小的特征值 跟最大特征值相处 叫condition number 然后去了解多重贡献性 这个是传统的做法 然后呢 这个接下来呢 是利用所谓的不显数的t分配 删除呢 这个参数 也就是说呢 如果呢 这个这个参数呢 是不显著的 根据这个中央极限定理 大一百分 它这个这个显著性呢 是这个比较比较比较十 所以代表说这个变数呢 是不显著的 我们怎么样 把它删除 然后呢 删除完之后呢 成为reduced model 要检查呢 所谓的线性的这个残差 然后这个 一直性 然后相关性 outlier 所以你要一个一个检查 然后呢 如果呢 有新的变数 要抓进来 然后或是丢掉 你要重复第三步骤 然后接下来 你要看所谓的这个 你要看所谓的 方差膨症因子 这是这个线性回 线性这个回归里面的一些方法 还有这个残差诊断 所以这个线性回归本身 可以上一学习的课程 统计所一学习 然后你去验证了你的这个model 在测试资料 然后利用交叉验证 或是这个boost track 我们这门课也没教 去看你的测试资料好不好 所以你看这个传统的步骤 非常的麻烦 要教一学级的 所以这个呢 这个步骤是来自于这篇 然后你看 它虽然是讲新的方法 但是它把旧的方法 整理得非常好 所以这个我完全念 Bersimus教授的这个论文 是有原因的 好 这个呢 是论文里面的 这个 给定X跟Y 监督式学习 拉手呢 只有这个目标而已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多了这个限制式 后面有详细的步骤 所以也就是说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是要找一个 最佳的子集合 在这个地方 特征在这个地方 我们呢 在Z呢 是一个新的超参 这个一个变数 Z是属于 Zi是属于0跟1 所以我们在P的特征里面呢 最多选K 然后这个特征意思就是说 Zi如果等于1 我们呢 就β就会选 这个M是一个很大的数 Zi如果等于0 β就只能等于0 它不能选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变数来控制 要不要选那个特征 后面它会详细 要会解 好 这个也是一样 所以呢 现在这个方法是说 我们现在都冲突的目标 这前面都同一篇 有没有 你要同时满足贡献性 显著 这是贡献性 这个是显著 这是这个 其他的特征 限制 我们有这么多的 这个冲突的目标 我们现在怎么样呢 全部把它变成限制式里面 然后呢 找到我们想要的 最佳的子集合的特征 这叫Holy's Equation 最新的研究 我会用这个项目标 我会用这个项目标